所以立法院如果要修姓平三法的时候 陈雪森应该会投反对票吧 这我不知道也对啊 就是说也许我们待会可以观察吧 对你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立法院修姓平三法的时间和他的修法的方向是什么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讲的姓平三法 一个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性骚扰防治法 那这三个法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 就是从名字就顾名思义 它是保障职场的性别平等 而且它是刻意雇主责任 雇主有责任要维持 就是说工作场域的性别平等 那性骚当然就是一个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 因为跟性跟性别有关 那第二性别平等教育法 是针对就是教育领域 而且是以学生为保护对象 那所做的 那性骚扰防治法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职场 那你也不是学生 不是发生在教育领域的话 那就是归性骚扰防治法 那其实相对来讲 我们跟很多国家比 我们其实在性骚扰的法治上 还算是健全 可是它遇到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落实度有问题 第二个它设计上也的确是有一些缺失 因为这三个法都是在 譬如性别工作平等法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2003年 性别平等教育法是2004年 那性骚扰防治法稍晚一点 那比起现在 它已经是快20年前时候制定的法律了 那当时大家的意识还不够清楚 那其实也是在90年代 跟就是2000年左右 那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的受害者 当时我们不叫它me too 因为没有这个网络平台 站出来才有的法令 可是我们回头来看的话 其实至少这一波 有三个重点要修 第一个特别是职场的 因为这里面做的比较好的是 性别平等教育法 因为它保障的对象是学生 而且家长非常的关心 因为未成年 所以它不断地在 就是说改善跟修禁中 所以它现在对于所谓的 全程保密 然后对于就是说 外部委员的调查等等 然后处罚都有明文的规定 包含什么 就是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处置 那等等 然后窒息的时候就要上报 它是做得非常严谨的规定 然后就学校的主管 几乎都知道这个法令 那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一波中有看到 还是有一些所谓的狼师 甚至狼校长 就是说逃过它 那我想这是让大家知道 你再严谨的法规都会有犯错 那至少教育部对它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那可是性别工作平等法 就是我们讲的这一波最需要大修的 它有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当时设通过的时候 它只有规定 30人以上的公司 必须有相关的办法 申诉机制 可是如果各位对台湾的企业界有了解的话 我们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在30人以下 所以它造成一个问题 30人以下的公司 几乎连办法都没有 也没有申诉机制 那因为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就算他们违反了 你劳动部或者各县市劳工局 也没办法惩罚他们 所以我们第一个必须要强化 就是说只要公司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 甚至包含30人以上的公司 如果无法处理的话 你要有一个外部的 有公信力的机制来做申诉 而且你也应该要很明文的规定 就像性别平等教育法一样 这个过程中要如何的保密 不能让受害者在公司里面 到二次伤害甚至被报复 那这是第一个 要有公信力的这个外部机制 当内部没有或者是失灵的时候 那第二点 你必须针对就是说 当受害者来求救的时候 公司就是说职场有义务提供 他需要的协助 包含心理资商 那包含就是法律 社会福利等的这个支持 因为我们都知道受害者 他需要的支持是蛮多的 必须明定有这些支持 那其实性别平等教育法 就有明定这些部分 那第三个 也必须在法令当中明定 这个加害人 这个行为人 确定是加害人的时候 你应该要有一定的陈处 怎么陈处 那目前因为我们没有规定 你就会发现 有些公司 就只要把他们调职 做到不一样的地方 甚至有些公司 连处理都没有处理 那目前就是 如果一个公司是这样做的话 劳动部或是各县市劳工局 也无法可罚 所以也应该要比照 性别平等教育法一样 应该要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加害人 你调查完之后 确定他是加害人的时候 你的陈处的范围 比如说轻微的到严重的 应该是怎么样 那目前性别工作平等法 只有惩处雇主的责任 没有对这个加害人 雇主应该怎么处理 加害人做一些任何的 就是说规范 那最后我们也希望 有几个其他相对来讲 就是说也重要 那我们本来就常 最近一直在 我自己都有修法版本的东西 就是第一个 雇主性骚扰的部分 目前我们的性公法的机制 也没有处理 那这部分应该要明定 雇主性骚扰 比如说就有各县市 劳工局的 那个外部委员会的 一个调查 那第二就是 我们过去也一直在推动 那也还来不及修法 那我希望这一波 也是me too中 应该要处理的 就是我们看到一些 很让人难过的 他可能是在青少年的时期 比如说国一国二 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就被性侵了 那中间发生了一些案例 就是老师 甚至有成为校长的 可是当他在 有勇气真的说出来 因为这些故事 其实是很难说出口的时候 却发现已经过了刑法 就是说相关的这种 性侵案的一个追溯期 就是二十年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 对青少年就遇到性侵的 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你想想看 他如果是十四岁遇到 二十年之后才三十四岁 那我们遇到的一些个案 可能那个时候 也才三十七八岁 就是说都已经 要说出来都不容易了 还无法就是说去惩处 那我们认为应该要修 就是相关的就是法令 应该要把他的 二十年的追溯期 延长到成年之后起算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 回头来处理 就是刚刚所讲的 在青少年时期 那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才能够走出来 那才能够寻求 在法律上的这个正义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波中 能够一起处理 那最后我也想提的是 前面讲都是法律 可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一些法律 因为宣传不够 第二个因为教育不够 所以很多人 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 或者也不知道 就是他其实有一些 不是法律的行政规范 可以让你 譬如说你还是可以去 各县市劳工局申诉 那这部分我觉得 我们就是应该要加强教育 那如果这个教育的文字 能够明定在法条当中 我觉得当然很重要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也会主张 我们用一个 这一次 这一次临时会的修法 就能够用一个 附带决议的方式 我们要求各县市 政府的劳工局 那当然包含我们的劳动部 还有性骚扰防治法的 主管机关是内政部 譬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 遇到家暴 你可以打哪个电话 就是113去寻求支持 每个人都知道家暴 是不应该的 那可是我们遇到 性骚扰的时候 要打哪个电话 其实大家并不知道 那据我的了解 其实113也可以处理 相关的资讯 可是这些资讯 都应该让大家知道 那我也希望能够 扩充它相关的一个 咨询范围 跟一个就是教育训练 那我觉得这部分 就是让所有的公司机构的主管 稍微有一点权力的人 他都更能够有性别平等的概念 也能够对相关的法规了解 我觉得也是这一波的改革当中 我认为一定要做到的 是 石板先生 这个范云老师 他刚才对于立法院修法的方向 讲得很清楚了 不过很多性贫有关的问题 是文化性的问题 也是大家的观念认知的变化 可能30年前不认为是问题 现在变成问题了 那这个就你看来 这种问题怎么样可以通过 教育和文化启蒙来改善 首先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 虽然现在看到问题非常严重 但是说我比较了解 日本和中国 和日本中国比起来 台湾还算得在这种价值上 走得比较靠前的 其实日本前几天 也就在这一两个月前 也爆发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或者是性骚扰 或者是一个职场霸凌的案 就是说非常有名的一个 培养男性偶像的 这个杰尼斯这个创始人 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但是现在传出他在多少年前 就是性骚扰过 很多很多的他们的膝下的 这一些男性艺人 这个故事其实 我觉得这也是冰山一角 那么在中国更不要说 在中国的完全 其实我觉得对这种 还是在姓平之前 在很多基本人权问题 都得不到保障 那么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 有一些贪官被抓 然后说他有什么 一百个情妇五十个情妇 这些情妇的话 在中国的媒体 当然是贪官已经倒台了 然后就把他情妇拿出来 就好像这些情妇完全是 他的共犯的概念来报道 其实这些案子 我也采访过一些人 其实如果五十个情妇 就有五十场性侵案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这个贪官应用权势 做到的事情 而且这些人事后 还要被没收财产 还要受到很严酷的 社会的处罚 而且全世界没有任何 在中国没有任何 同情他们的概念 跟他们比起来 台湾再相对的 我觉得还是 现在有这么多人 能够说出来 而且社会上 基本上是对这些 这个怎么说呢 被害者是非常同情的 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呢 就是全世界 就是特别是东北亚的国家 在看着台湾 台湾能够把这场 怎样立法 其实日本前不久 刚刚通过一个 就是叫什么 那个LGT的法律 这比台湾晚了很多年 日本同婚还没有做到 其实我觉得台湾 是代表一个 先进的价值的 这方面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当然说 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性骚扰的一方 并没有认为自己是骚扰 他可能第二天就忘记了 他们认为是一个 很小的事情 但是被骚扰的一方 可能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沉重的 对自己的精神上 这个打击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的不平等 我想作为加害方 往往想不到 他们并不是有多坏 而是他们缺乏想象力 这一点我觉得 要怎样把它 就是说通过教育 各方面的来补偿 那么来补足这一点 那其实我 但是我今天发现在台湾 发生这个性骚扰案 它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 每一个角落的 但是说现在呢 基本上只是一些 有权的名人的加害者 才能受到社会上的惩罚 但是说比如说 这个加害者也不是什么 有名也不是什么 但是他就有一点点小权力 他可以霸凌下面的 这个性骚扰 他下面的女生 但是这种人爆料 可能社会都不会理 所以说这怎样的 把这个变成更公平的一种 能够更维护这些弱者的传递 能建一种制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国民党 他对于 他的支持者 对这方面比较宽容 其实我认为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就是 只是价值观的不同 在随着时代的进步 可能再往前 早一百年 中国的女性还要缠足 还要如果有婚外情 要沉堂 再往前 可能皇帝去世 所有的妃子都要陪葬 这些在当时认为 是一个社会常识 没有任何人质疑的事情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一点点大家觉得 这绝对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觉得 现在台湾社会 也是在进步 但是在进步的时候 会有一些人跟不上 会有一些人跟不上的话 那么在通过选举的方式 我想这种落后的价值观 都会被淘汰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点的话 怎么说呢 最后选举 选举是每个人 自己的价值观的取向 所以我认为 民进党发生这些事情 然后它能够 及时地处理 能够把社会的价值观 往前走一步 我认为整个对社会 是一件好事情 对 很快 范老师 你在学校里面 社会学系 也是教一些 有关的课程 你觉得从教育的角度 无论是中学 还是大学的教育角度 我们还可以多做些什么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蛮关键的 就像刚讲的 就是说 比起日本韩国来讲 也许我们在法律上 可能是更前进一点 但是这不代表 就是大家对现况是满意的 那会爆出来 就是至少是说 很多人愿意说出来 就是期待一个更好的社会 那我觉得 除了我们刚讲的修法之外 的确一个蛮大的是 性别平等的文化 那如何用一个 更生活性的方式 让每个人都了解 让女性了解 男性也了解 那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 很多男性听到时候 会不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 我不知道会造成 别人的不舒服 第一个 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权力 是比较高的 那第二个就是 他完全并不知道 那个受他这样子 不管他可认为只是追求 那可是我们对 熟悉法律都知道说 过度追求就有很高的风险 是性骚扰 甚至是我们前段时间 立法院通过的 跟踪骚扰 那怎么样是在一个 跟对方尊重 彼此尊重的情况下 一个新的爱情 跟性的文化脚本 我觉得这部分 还蛮需要一个教育的 那可是我们也会看到 这些站出来 me too的女性 其实会有一个 精神上的一个受伤 很大时候 是跟权力不对等有关 因为当两个人 权力平等的时候 你要拒绝 或者要各方面的 其实是相对容易的 那权力不对等的时候 然后你拒绝 又无用的时候 那其实那个造成 对人的一个 不只是身体的自主性 对人的一个尊严的伤害 也是蛮高的 那就是我们看到 这么多是十多年前 讲出来的故事 他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可是很夸张的是 那个加害人 可能经常做这样的事情 他完全不记得 那这个不记得本身 也是另外一种 我觉得跟我们在讲 那种威权制度 暴力的那种 那种伤害转型 这有点类似 因为他太经常性的 这么做 他甚至不记得 他对别人造成 这么深远的痛苦 连现在在讲出来 其实都是一种 痛苦跟折磨 所以我觉得 这一波的MeToo的分享 也是一个文化上的教育 那可是我觉得 要有更多该做的 比如说 我今天就早上 就跟我们的办公室 讨论到说 我发现我小时候 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 楚留乡 这个不知道两位 有没有看过 这个武装剧 当时很红 八点档很红 是港剧来的 那里面都是 就是权势性交 就是说 称 就是说 等于是称机性交 因为楚留乡 他当时会点女性的 就是说什么穴道 一点之后 对方就昏了 然后剧情就会暗示你说 他们两个发生了性关系 醒过来 这位女主角 通常或是女配角 就是会很喜欢楚留乡 那如果大家都看 这样的剧本 就会觉得 这好像是 可以发生的事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说 很帅 然后很有 就是武功高强的 一个男主角 另外我们回头看看 白雪公主的故事 就是说 或是什么睡美人 明明人家在睡觉 你也不知道 你知道两个关系怎么样 然后就亲了一下 醒来之后 就爱上了王子 这个 这部分 如果醒来之后 他不喜欢 这其实就是性骚扰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对方的意愿 所以我觉得 这一类的文化脚本 其实以现在社会来看 都缺乏性别平等意识 那我的想法是说 也不是要禁调 这样听起来又实在不大 可能是要有一点警告 就是说 如果是在学校的图书馆 可能要说 这个从目前的 性别平等的法育来讲 这个可能会触犯什么的风险 因为如果对方不喜欢你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文化的脚本中 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说 过度追求 如果对方没有给你积极的回应 其实你可能就应该停下来 而不是说 像以前讲的 死缠烂打 就是什么恋女 我都记得一句恋女怕残夫 是不是 有这样的脚本 其实都让很多人 通常是男性会误以为 这样的方式 他可能看到一百个人中 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他觉得可以学习 可是我们要告诉他说 这里面可能有五十个例子 你会犯了性骚扰 甚至更严重的一个 就是说风险 或者很多人在背后 就是说会 请大家要小心 你这个人其实 你知道非常不尊重 别人的身体的自主 别人喜不喜欢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感教育 到性别平等教育 可能要用更生活化的方式 那我们要反思 我们既有的 就是爱情跟性的文化脚本 其实里面有很多 已经不合时宜 需要提醒大家了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需要我们用 更多的资源来 就是说生产好的教材 能够让 比如说我们国教高教 就是说中小学的 一个教育的老师 有一个简单 可以教大家的方式 而且进行讨论 那当然我自己 因为就是说 比较常跟年轻的 学生接触 那我最近也听到 大学生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有性别平等教育法 那可是因为考试不考 所以老师好像 把他当一个 很教条的东西讲一讲 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 就是我们太以考试为主 那如果你今天 同样去看北欧 他的时数可能 并没有比我们多 可是他就会角色扮演 那老师在生活中 带领大家 怎么去讨论一些 敏感的议题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 我们教育体制 都要一起去 努力做好的部分吧 因为这一波的 这个me too 至少让大家看到 这种伤害 就是表面上看不到 可是他对一个人的伤害 是这么的深远 甚至十几年后 说出来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痛 那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社会应该要 用更多的资源 不管是教育的 或者是公领的资源 然后把这件事情 认真的做好 那我觉得文化脚本的 改变是最根本的 但是难度很高 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那最重要的是 不分党派一起支持 让国家拿出更多的资源 聚焦在这一块 我觉得文化中 稍微插一句 我觉得在台湾 就是包括刚才讲到 这是楚留乡 比如说那个日本 前不久过世 那个志村健 当然他是一个搞笑大师了 但是他其实 他的很多内容 都是性骚扰的内容 对女性的一种轻视 这也是日本传统的 一种男权思想的问题 那其实不止这样 比如说在中国 中国我们看到香港 流行的一些电影戏剧 或者一些武侠小说 永远是男性中心主义 这个男的可以 爱一二三四五六个女生 但是女生一般都是 喜欢这个男生的话 然后他过不久 再喜欢别的男生 这个女生就变成 一个大逆不道 就马上变成 一个负面的角色 就是基本上这样 比如说现在 中国排的电视剧 有很多谍战剧 从来都是 那个共产党 那个潜伏在地下 那个人 他有无数个女生 追他喜欢他 然后就是说 都是左右逢源的 这种永远是 男性中心主义 这种东西 潜移默化的 其实都在大家的心里面 就是认为 好像自己 稍微过分一点的话 这个女生 也会接受的 我觉得这一点 东西 现在还在进行 那么我觉得 如果要把这种文化 改变的话 可能要 随着时代 排出一些新的电视剧 小说 游戏 这方面 让大家一点点 改变意识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 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